一艘名为新顺发168号的船只 在10月16号搁浅在大园区镇头里海岸边 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一个月了 里长卓荣腾指出 船主已经先将主体和油箱拆除掉 避免附近海域遭受到污染 但是渔民们捕捞卖鱼苗的季节来临了 希望船主尽快移除剩下的部分 避免继续破坏环境和妨碍渔民作业 一艘被拆取过的船只与其他岸边的垃圾 一起停留在镇头里旁的黄金海岸边上 镇头里长卓荣腾表示 这艘船目前已经滞留在这里将近一个月 渔船搁浅已经很久了 它目前已经把船舱里面的重要的引擎 或油箱等等拆走了 它遗留外壳在这个地方也已经好几个礼拜了 现在画面是日前新顺发168号在10月份 疑似因为对大园区的海域不熟悉 导致船体太过靠近岸边发生搁浅 经由海巡署地二三大队协助救援 船主当日表示会等涨潮再将船开离 但是因为海巡一直不加 只好先将油箱和部分零件先拆除 避免污染附近的海洋生态 我们希望说它能够尽快的拆除 因为现在正是正值了这个 我们民众要补慢渔苗 我们不希望在这边也会影响到 民众的一些安全以及景观 環保局表示 后续将依照海洋污染防治法 第32条规定 限期要求船主改善 若没有改善 将会依照同法第49条 除以新台币30万元以上 150万元以下罚还 并且限期要求再改善 若再没有改善 得暗日连续处罚 台湾音乐新闻 黄盛祥 彩虹报导 继续荣